医生发现若60岁后经常喝茶 肝癌患病率是不喝茶的人五倍不止 肝癌是很多老年人面临的一个严峻健康挑战 随着年纪的增加 很多老年人喜欢通过经常喝茶来打发时间 大家都知道喝茶可以带来诸多益处 例如提高精神状态和促进消化 但是如果在60岁以后频繁饮茶 这可能会增加患肝癌的风险 这听起来可能让很多爱好茶道的人感到意外 因为茶在传统观念中总是与健康联系在一起的 老年人在退休后有更多的空闲时间 饮茶也成为了一种社交和休闲方式 随着年龄的增加 身体会慢慢出现一些变化 比如新陈代谢变慢和器官功能不如以前了 特别是肝脏 它的解毒能力也会开始减弱 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喝太多茶 可能会对肝脏造成更多的压力 茶叶中含有的某些化合物 如茶多酚和咖啡因 虽然在适量时可以帮助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 但如果摄入过多 可能会造成肝脏负担 影响肝脏功能 设想一下 一位常年喝茶的老人 在退休后他每天至少喝五到六杯茶 最初他觉得这样做可以提审 也可以和朋友们一起享受悠闲的下午茶时光 但几年后他开始感到身体有些不适 精检查发现肝功能有所下降 虽然不能直接证明是喝茶导致的肝问题 但过量的茶叶成分 确实可能对他的肝脏造成了额外压力 比如说 一位喜欢研究各种茶叶的老人 他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茶 不论是绿茶 红茶还是乌龙茶 时间的推移 他也出现了健康问题 医生建议他减少茶的摄入量 尤其是浓茶和高咖啡因的茶种 以减轻对肝脏的影响 再比如说 一味经常喝很浓的茶来对抗失眠的老人 他认为喝浓茶可以帮助保持精神焕发 但长期以往 这种高浓度的茶叶摄入量 实际上可能加重了他肝脏的负担 导致健康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茶有其健康益处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适量饮用才是关键 特别是在身体机能已经开始退化的情况下 保持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经常听说喝茶有很多健康益处 比如抗氧化 降低心脏病风险等等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有指出60岁后经常喝茶的人 患甘癌的风险会比不喝茶的人高出很多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些反直觉 毕竟茶是一种被广泛认为 对健康有益的饮品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们的身体机能也会开始下降 特别是肝脏的代谢功能也会逐步减弱 肝脏是我们体内主要的解毒器官 它对我们摄入体内的所有物质 包括食物和饮料中的化学成分 都有过滤和转化的作用 茶叶本身可能不是问题 问题可能在于茶叶的种类和质量 以及人们饮用茶的方式 例如市面上的一些低质量茶叶 可能被过量使用化肥或农药种植 这些化学残留物在茶叶中积累 当老年人频繁饮用这些茶叶时 这些潜在有害的化学物质就会进入体内 并由肝脏进行处理 如果肝脏本身的功能已经减弱 长期的额外负担可能就会导致肝脏病变 甚至发展成肝癌 设想一位老年人每天都喝大量的非有机茶 这些茶叶可能包含较高的农药残留 虽然他觉得这样能够帮助消遣时间 但多年下来 他开始出现肝功能异常的症状 虽然不能直接说这是茶导致的 但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茶叶中的化学残留物 尤其是那些在体内积累的农药 对肝脏构成了潜在的健康威胁 如果一个人经常饮用加工过度的茶叶饮料 如市场上常见的瓶装茶或极容茶 这些产品往往添加了大量的糖分 人工香料和防腐剂 设想一个喜欢喝极容柠檬茶的老人 他可能不知道频繁摄入这些化学添加剂 实际上是在不断测试它的肝脏功能 虽然茶本身是一种健康的饮品 但需要关注的是茶的来源 加工过程以及饮用方式 对于老年人来说 选择高质量无污染的茶叶 并注意不要过量饮用 是保护肝脏健康的关键 适合60岁及以上老人的几种茶 以及他们对健康的潜在益处 特别是考虑到肝脏健康 我们需要关注那些不仅能提供愉悦的饮用体验 还能帮助维持或改善肝功能的茶类 荷叶茶、西洋深茶都有其独特的健康益处 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荷叶茶是一种在传统中医中 常用来减肥和治疗各种疾病的草本茶 荷叶具有非常好的沥水消肿功能 对于经常感觉身体浮肿的老年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想象一下 一位老年人因为长期做着导致的下肢水肿 开始定期饮用荷叶茶 几周后 他发现自己的浮肿有所改善 感觉更加轻松 这不仅仅是因为水分的减少 更是因为体内环境的改善 西洋深茶 对于老年人 尤其是那些肝功能不佳的人来说 西洋深可以提供一种温和的刺激 帮助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 西洋深茶对改善血液循环也非常有帮助 这对于维护良好的肝脏健康至关重要 想象一个经常感到疲劳和体弱的老年人 开始定期饮用西洋深茶 不久他发现自己的整体活力有了明显的提升 这种改变让他能更好的参与日常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选择适合自己健康状况的茶 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健康的选择 但选择正确的类型并注意适量饮用 是确保这一盐品带来益处而非负担的关键 之所以说喝茶可以预防癌症 主要是因为茶叶中的茶多粉 但是经欧洲十年的跟踪调查发现 喝茶并不能预防癌症 然而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调查结果经常喝茶的人与不经常喝茶的人相比 患胃癌的风险明显提高 直肠癌肝癌等肿瘤疾病并不会受到喝茶的影响 由此可见喝茶并不能预防癌症 相信看到这边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疑惑 为什么经常喝茶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而其他的癌症风险不变呢? 是哪些因素导致胃癌风险提高的? 根据调查发现 之所以喝茶会增加患胃癌的几率 主要与温度和茶中的咖啡因有关 我们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喝茶时茶的温度会影响患胃癌的几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白开水还是茶 水温过低的时候口感都会变差 尤其是茶 水温过低时茶便会失去香味 因此人们在喝茶的时候都会尽量选择温度较高的时候饮用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举动对我们的胃部造成了损伤 从而增加了患癌症的风险 经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研究发现 长期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水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主要是因为水温过高会对胃粘膜造成损伤 茶中含有一定含量的咖啡因 为什么说咖啡因可以增加患者的风险呢? 经研究发现咖啡因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当胃部的胃酸含量过高时则会对胃粘膜造成损伤 从而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食物中含有咖啡因呢? 茶叶、咖啡、巧克力、奶茶等等 茶叶、咏啡因的 茶叶,浖 Zam、碗 expressive 茶叶的顺西部就ille